大家好,我是阿雄,一位土生土长的成都客家人 在成都这边其实有一百来万客家人 很多外城的朋友都不知道也不了解 很多朋友通过看到我的视频才知道原来成都这边也有客家人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四川成都这边也有客家人 像我们成都这边的客家人普遍都是在成都的东山 有好几个区都有客家人 比如说成华区,新都区,新白江区,还有龙田医区 听说双流区那边也有一部分客家人 然后我们成都这边的客家人 大多数都是从博广田四川的时候迁到成都这边来的 听说我们这边的辣椒就是以前客家人在迁徙的时候 从外省带过来的 然后客家人还带了很多种子啊美食啊迁到四川这边 像在我们成都这边还有很多客家美食 比如说姜制鸡,梅菜扣肉,还有酿豆腐 酿豆腐的话现在我们这边做的比较少 我也有,还有甜烧白,寒烧白,寒烧白就是梅菜扣肉 还有一些肥肠根啊,等等,特别多 像我们这边还有一种甜酒 这个甜酒啊都是用来招待客人 还有就是以前女人生完孩子,坐月子的时候 就需要吃这个甜酒来补生子 这个甜酒我们一般是用来煮荷包蛋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经常去我外婆那里 每次我们去我外婆那里,他都是用甜酒煮荷包蛋给我们吃 接下来我再用咖喳吧,老太哥聊哈天嘛 之前还有好多年人们来,我们的成都给咖喳宁 甚至改焦,我们的成都咖喳宁是改焦 因为我们的两边是天气哈,西气比较潮湿 不是改焦的话容易找风湿 全规国体都有咖喳宁,请您的提供给咖喳宁有来的员 而言论从那里有你的接触到过27号的 您可以把您的咖喳给咖喳宁打到视频带哈嘛 用完的咖喳提及咖喳宁,就了解一下 好了嘛,怎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了 多谢大家收购 有喜欢的视频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收藏,转发 按那好的视频邮件,拜拜